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我肥康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兩宗新聞 在我分享之前,記得幫手Like、Share 還有幫手訂閱本台 話說第一宗新聞是說什麼的? 就是來自昂平的巴士 其中有兩位乘客戴口罩不太好 他的口罩就帶到這個位置,鼻子遮不了 巴士車長就要求他戴好口罩 當時那兩位乘客都很不友善 跟巴士車長說不斷串他 而且在口中說了幾個瘟疫政治、防疫法西斯 當然其他乘客都看到 他都叫他戴好口罩,不是開不了車 那位女士的態度依然是不好的 就說你這樣就幫政權做事 而且他不斷地說我有戴口罩的自由 說完這堆東西之後 最後車長都迫於無奈 都要去報警 去求助 老實說這就是我自己看完的文章 就是這樣了 那你問我怎樣看這件事呢? 首先我就 什麼叫瘟疫政治 或者那些什麼所謂防疫法西斯 都說一說我怎樣看 始終我朋友跟我聽過這些說話 那他都說瘟疫政治就是 你戴口罩可能會 endorse了政權 那為什麼呢? 就是你戴口罩的話 其實你是接受 政府可以透過戴口罩 然後再不斷地推動一些政策 去做這些事情 那他就覺得這件事是間接幫助政府 去做一些獨裁的政策 那我就覺得只是部分同意 但不是每個市民 是自願做這件事 透過防疫去幫助政府去做獨裁 起碼大家都覺得 為這些安心出行健康碼也好 或者是強制檢疫 大家都是不接受的 但現在在這些防疫法西斯 尤其是反防疫法西斯 就覺得這些事情 很多市民都會接受 起碼我不會接受 我怎樣去對抗武漢肺炎 就是這個肺炎始終都是 自己注意健康、衛生 或者是出去戴口罩 如果多人的話 OK 這些就是這樣 問題是 所謂反防疫法西斯 最大的問題 就是會覺得 喂你老美 政府接受的防疫計劃 什麼都接受 問題我不是 這些就是你以天概全 有這樣的問題 首先 第二 先說回這件事 你首先 說人家什麼防疫法西斯 人家都是照規矩做事 更何況主場是他 你去到別人家裡的時候 別人家裡叫你不要去穿 就是叫你穿上鞋 我叫脫鞋 那你也是要尊重人家的自由 這個不是自由問題 這是尊重人家的主場問題 別人的規矩是他定的 除非他的規矩是影響到你 對不對 你叫他戴口罩 也不是影響到很多 對不對 戴好口罩 更何況你隔壁那位男性朋友 最後結尾那位 他跟他同行的那位男生 他都很好地戴口罩 不過他依然不戴口罩 不斷都一樣樣 吵來吵去 那沒有必要 是不是 何必要搞到那麼盡 又要不要吵得那麼厲害 你有戴口罩自由 但別人的主場是你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不過再說回 所謂防疫法西斯的事情 起碼我都了解過了 我也知道 你戴口罩 戴得好就叫防疫 戴得不好 就像他一樣 勾戴口罩的話 那你就是 勾戴口罩 是不單止幫助不了防疫這件事 幫助不了防疫這件事 之餘你還要是間接去幫助政權去做一些 所謂防疫的一些獨裁的監控設施 OK 那這件事 那你又是不是 做了這個 勾戴口罩的行為 去幫別人 去做獨裁 跟你自己所要求的所謂獨裁 即是覺得這些 防疫法西斯的做事有什麼分別 你也是間接去 透過政府去幫忙 去推動這個瘟疫政治 對不對 當然 你不是這樣想 但是間接上你是這樣做 對不對 所以你 既然這樣不同意這件事 你就不要戴口罩 麻煩 要不你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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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完 最後 有些人說瘟疫政治 我突然想起 瘟疫政治 那說到政治 是不是一定要是 政府才可以做到政治 控制一環 那不是的嘛 那你其他政黨 都可以透過這場瘟疫 去做一些政治行為 就像城邦派一樣 就是你提出什麼 防疫法西斯 那些人 就是不斷都在用政治手段 去拿出一些人的支持 你重新起步 令到有新一派的人 去支持你 很合理 大家都是透過一場軍役 去拿一場政治 對不對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 你集出一場災難 你做政客的 你都要滿足其他人 去獲得一些信任 那這次就來到這裡為止 之後再跟大家見面